针对中国香港近期局势发展 以及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上的一些声音 德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安五行 日前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安五行表示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事情 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西方没有立场和资格在这当中指手画脚 安五行生于1951年 现居德国波茨坦 他是德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 罗沙卢森堡基金会专家 出版过多本有关中国的书籍 对于在香港近期发生的事件中 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舆论上 所呈现的片面报道 安五行认为 这些报道对事态起到了 火上浇油的负面效果 尤其是中国人的东西 安五行以同为欧盟国家的西班牙为例之初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 2018年在流亡途中逃窜至德国 结果一入境就被德当局逮捕 西班牙和欧盟对此的处理都是坚决有利的 在安五行看来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 而德国人如果要给中国上课 告诉中国如何来治理中国 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特区政府要构建沟通对话平台 共同为香港寻找出路 对此安五行认为 尽快展开对话很有必要 对话的目的是倾听各方的诉求 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也需要采取必要的妥协 但妥协绝不意味着中央或港府单方面做出退让 他以提醒那些认为中央和港府会对乱局做事不管的想法 是不切实际的 也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说我说我说 那些设计的设计在香港 是一样的 这些设计的设计 是一样的 设计的设计 是一样的设计 计的设计 计的设计 中国中央和港府 这些设计是一样的 设计那些设计 宗美国的文化 中国的设计 伍一个是一样的 设计 中国的一种 设计 是一样的 那些设计 他们对 是了 他们对 他们对 安悟行表示 他完全认同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有信心有能力维护香港的稳定和法治秩序 他也相信一国两制在未来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